而且现在就这个边线啊 我们看一下 哎 这里直接毕童到 狂风军一展要留 但是这里闪现 拉开声位 嘲讽嘲讽到 看见开点是没有闪现的 看见会阵王吧 来正面 后面修美可有人在切 在切这边的一个顾面游戏 顾面游戏 拿到了开点的这个衣血 还要继续在追 这个修美可 他是没有闪现的 没有人要放过他 闪现毕童 这个人头 大人头 是让宙斯给拿下 正面想要推个塔 弹也许能推 但是这个大龙 T1说不定是可以拿下的 他现在就在外面 开始戳人 因为他戳的是攻速流 但是大头这个炮台 感觉很好人 闪现 朝鲁城武斗 原地交了一个金身 虽然大头获了下来 但是波动原地交了这个金身 不是特别好走 大头能收下吗 他这边 是让塞纳收下了猴子人头 对面可能打不了大龙 但是自己 选择还是把辅助给卖掉了 现在大头的破口钱包 都是能拿回来的 哎 想要动吗 宙斯加速往前 要拍 拍到了 波动 波动被控住 波动没有看出金身 直接被秒掉了 宙斯现在在前面 先把眼位给稍微排一下 但他看到暗数有人了 而且还能开令在这 宝斗在上面慢慢戳 但是正面不一定扛得住啊 这狗子 宙斯陆器空的很不错 再接着打的话 宙斯可能要变大了 那怎么办呢 这个大头怎么办 一个嘲讽 没有嘲讽到 但是 哎 这里面被打断了一下 看见大招没了 罗是谁呢 猫名 天子 他把大龙给拿下了 而且只有一次觉得 看见也交出了闪现 Dog的也交出了闪现 DK打了一波大攻 又一个强穿激光 没有穿到 暗影燎原 打过去 现在已经放了 其中一个大招了 而飞克现在在中路带线 等着给圆布龙回去 一个强穿激光 把凯琳穿到了一个残血 正面不一定有那么好打了 难道说 DK怎么赢 我就有什么方法赢 中路有人在带线 加里奥直接进场 猫名的圆布龙 这边先把波笔给打掉了 圆布龙杀黄了下来 但是正面团战已经崩溃了 包队也活不下来 最后只剩下一个修美 和修美可滑了一下 快乐的风男 也只能背上的结束比赛 能一波了 中路兵线 接着过去 T1最终还是赢下了这波团战 赢下了整个比赛 没有被让二追三 拒绝让二追三 决战将临 先进来他们最终的对手 就是T1 同时T1也确定能进入到世界赛 对 T1同时也是 整个全球范围内第三支 确定能够参加 S12全球主角赛的队伍 恭喜他们 恭喜T1 谢谢